第2199集 但是现实却是这样 在昆龙苑里面的十万妖龙 原来早已经陨落 现在的柱子上密密麻麻的全是龙石 因为时间久远 大部分龙石已经化为了骨头 有些甚至已经化为了结灰 风一吹便消失不见了 他现在才明白黑胶化理的意思 他不可能成功 因为他所做的事情是有为天地大道的 所以他注定只会成为一名失败者 哪怕是他费尽心思 到头来所得到的也只是一纸空白罢了 当年的联盟 其实并没有打算将妖龙困在这里 他们一直以来抱有的态度就是赶尽杀绝 因为妖龙一族实在是太强横了 所有人都怕他们会卷土重来 所以只有这样才会永久地绝了忧欢 跪倒在地上 久久地没有回过身来 看呐 眼前的这一切就是他所寄居希望的一切 这个地方 其实早已经是瓷器沉沉了 当年困入这里的十万妖龙 早已经被困龙渊的禁止所杀死 眼前的这一切 意味着他这些天来所策划的东西 不知东流 他有一种深深的挫败感 直到现在他才明白黑胶说的话里面的意思 他无论如何努力 也摆脱不了命运的束缚 而且他所做的一切 同样是会被天道所糊弄的 感觉很挫外吗 身后一个声音传了过来 不用回头 龙翔都知道这是叶浩轩的声音 他缓缓地站起来 转过身去 果然 只见叶浩轩站在他的身后 叶浩轩 努力地想让自己保持平静 但是当他看到这个人的时候 他却无论如何 也没有办法让自己保持平静 因为他现在所经历的一切 都是拜眼前这个人所赐 他之所以会变成这样 完全都是因为叶浩轩 没错 正是我 你计划得不错呀 可惜了 到头来还是一场空 不知道你现在有什么想说的没有 走到今天这一步 我无话可说 龙翔突然笑了 他这一笑就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他疯狂地吼道 命运不公 命运不公啊 老天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为什么你一定要这样惩罚我 我是守护者 一直以来 我都小心翼翼地去做事 我生怕辜负祖上对我的信任 我自认为 我这些年没有做错过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你是没有做错什么 可惜的是 你控制不了你自己的野心 龙翔 你知道作为一名守护者 你应该要做的是什么 可是 你有没有按照你的祖训去做呢 你所做的一切 只是为了满足你自己的野心罢了 你摸着你的良心说 你有没有做错 叶浩轩 你是胜利者 所以无论你怎么说 你说什么 你都是对的 而我不一样 我只是一个失败者罢了 作为胜利者 你可以尽情地嘲笑我 你来这里 不就是为了看我落魄的样子的吗 真有意思 你真把你自己当成什么人物了 大家都很忙的 我为什么要过来看你落魄的样子 很好玩吗 况且 你值得吗 你 龙翔几乎一口老血喷出来 是的 他没有资格做叶浩轩的对手 而叶浩轩也根本没有把他当成对手 叶浩轩来这里 是为了其他的事情吧 龙引来了一批新人 抓你们 是为了磨合他们 不过这群新人也没有让我失望 做得也不错 至于到这时 我也是有我私人的事情要处理一下 你要处理什么事情 龙翔盯着叶浩轩 他争了一会儿 然后他突然明白过来 你是要拿这里的龙颜之心 对吗 没错 我来这里是来拿龙颜之心的 你还不算太笨 不过我现在也没有时间跟你磨了 现在 我要去拿东西了 叶浩轩 就算是十万妖龙已经化成了结灰 但是他们的灵魂还在 龙颜之心是妖龙一族的智宝 你觉得 这十万妖龙的完魂会放任你过去吗 随着龙翔的鹤声 一边突然吹来了一阵阴风 而这阵阴风一阵接着一阵 无数的影子在这瞬间汇聚起来 一团黑气凝化成一条巨大的身影 这条身影就站在叶浩轩的跟前 似乎是在警告叶浩轩 休想走到这里来 妖龙一族都已经彻底的消亡 你们还守着这些东西干什么 我知道 这些东西是你们的信仰 没有了龙颜之心 你们就没有了灵魂 可是现在龙颜之心就在 被你们封印的地方 你们现在又算什么呢 灵魂 你们根本算不上 你们现在充其量 只是一阵孤魂野鬼罢了 退去吧 就算是站在这里 也没有什么意思 太长已经出现在 叶浩轩的手中 他抓着太长 盯着自己跟前的这条巨蚁 如果你们不让开 我可不会跟你们客气的 原来气势汹汹的遥风 在这一瞬间变得有些犹豫 他看着叶浩轩手中的太长 不甘嘶吼的一声 然后风平浪静 就此隐去 叶浩轩微微的一笑 他收起太长 然后直接一步踏出 直接跃入深渊之中 片刻之后 一条人影从深渊之中 冲天而起 这条人影正是叶浩轩 他手里握着一颗 金光似似的珠子 这珠子晶莹透彻 正是妖龙一族 至死都要守护的东西 叶浩轩顺手把龙颜之心 放入了空间手镯里面 师父 这就完了 胡军等一众人 这才从隐藏的地方掏出来 看到眼前的这一切 众人无不吃惊 原本胡军还想着大战一场 但是谁想到 这场战斗根本就不用他动手 结束得如此之快 他们这几个人 各个心怀鬼胎 不用我们动手 他们自己就能把他们自己给玩死 甚至残局都不用收拾 这个就是龙翔 带走吧 师父 那你的意思是 把他重新关回仲域里面去 胡军有些不可思议的说 那万一他再卷土重来呢 不会了 叶浩轩瞥了龙翔一眼 现在他已经凝化出魔区 送到仲域那里 他们会处理的 他以后的结果 将会是被剥夺了神远 然后沦为一个普通的老头 在仲域里面聊此残生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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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简单吧 胡军看着龙翔一只还在魔化的手 他有些不放心 就这么简单 去吧 这点事情都办不好 以后千万不要再叫我师父 我可承受不起 叶浩轩等了胡军你 怎么会呢 师父 您是我的亲师父 您放心吧 这件事情我会处理好的 胡军哈哈的一笑 他挥挥手 找人去把龙翔给绑了起来 叶浩轩 你为什么不直接杀了我呢 龙翔对叶浩轩怒目而视 杀了你 真的是太便宜了 说真的 那样没有意思 因为杀了你 你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把你关进众狱里面 让你沦为一个普通人 你这辈子都在众狱里面 好好地反思反思你自己的过错吧 叶浩轩 算你狠 但是 你不会得逞的 你会自我了断吗 叶浩轩骗了龙翔一眼 他笑了 他边笑边摇头 束我直言 你不敢 因为你鼓不起那样的勇气 龙翔 你根本就没有那样的血性 我不知道当年 守护者为什么会选中了你 你这个一无是处的垃圾 带走吧 把他丢给众狱的人 现在众狱里的人 找不到这家伙 正偷疼着呢 师父 众狱那边我联系过了 那里的负责人叫逆行 不过这家伙 有点不懂得怎么做人呢 怎么回事 叶浩轩眉头一照 这次龙翔带走的人 都是众狱出逃的人 然后 我们不是奉命过来抓捕吗 那家伙把我们当成 给他打下手的 之前联系过他 他指手画脚的说 让我们这样那样 意思就是听命于他 什么事情都按照他的意思来 你同意了 当然没有 不过刚才那家伙 听说我们已经收网了 就打过来电话了 那语气还是一如既往的调 他要我们 把这主事的 给完好无损的给送回去 而且 要为这次死去的 众狱之人负责 忠狱里面本来就是 大奸大恶之位 这一次出逃 如果不尽数抓回 以后不知道会有多大的危害 那家伙没有看好门火 闹出来这么大的事情 他还有理了 不理他 龙翔就先带回龙尹吧 本来他也就是 我们父子的 好 不过 你请那家伙故意刁难我们 不给我们准备直升机 有这种事情 我们这次行动 是在为他们仲狱做事 后勤都不给我们保证好 暂时不回去了 我要去仲狱那边看看 我要看看这小子 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好 我现在就回去 正好我们有去过仲狱呢 我要见识见识 那个可怖的地方 到底是什么地方 胡军又兴奋了 这家伙本来就是一个 唯恐天下不乱的家伙 听说有事情搞 他更是兴奋得不得了 众玉北的三十公里 沼泽之地前的一条山道上 逆行已经在这里 摆开了架势 邱车 一众警卫 他已经得到了消息 叶浩轩已经将龙翔抓捕 而且他们一定会在这里经过 逆先生 龙翔的小分队 要求我们备直升机 押解犯人回龙翔 助理水先走上前去 不备 逆行冷笑了一声 如果在这里 让他把龙翔给带走了 那我们仲狱 还有什么面子 可是 他们这次行动是为我们做的 他们的一切后勤 我们要跟得上 而且龙翔 本来就是他们那里 押解过来的人 这一次他们就算是 不把人留下 我们也是没有办法的 水先的眉头一皱 果然啊 怕什么来什么 他怕的就是 这个愣头青逆行 会和龙尹的人起冲突 果然 这家伙还是要找 对方的麻烦 且不说龙尹和仲狱 是两个独立的存在 起冲突 会引起上面的注意 但是龙尹的实力 恐怕就不是 他们现在能招惹得起的 毕竟龙翔可是 一个能带着一干人 从仲狱 突出重围的人 而且仲狱的警备力量 根本拿他没有办法 虽然这一次龙尹 只有十几个人 但是这十几个人 居然把那一干再逃的人 全部都给解决了 尽管最后只有龙翔 一个人压解回来 但是仲狱出去的人 大部分都是亡命之徒 所以有这样的结果 已经是不错的结果了 可是逆行现在这么做 完全就是没事找事 貌似 我才是这里的负责人吧 逆行撇了水仙椅 如果你真的有能力 那这位子让给你来坐 你看怎么样呢 逆先生 看来仲狱里面的事情 还是没有让你提高警惕啊 别人的意见 你还是一点也听不进去 如果你觉得你能管得了 仲狱的上上下下 那好 我辞职 你 逆行大怒 他正要发火 却见水仙已经转身离开了 他怒气冲冲的一拍桌子 却发作不出来 水仙是这里的老资格 虽然他是仲狱的负责人 但是对于这里的情况 他有些地方还真没有水仙熟悉 而且他背后似乎也是有人罩着的 真招惹了 以后对他也没有好处 不过碍于面子 他也没有去阻拦 他就在这里等叶好轩了 反正叶好轩也是必须从这里过的 果然 没过多久 叶好轩就从这里紧过了 逆行挥挥手 一名警卫把叶好轩他们的道路给截住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